欧阳修与他的弟子苏氏一样 都是少年得志的天才文豪 且都具备一定的政治才能 但同样的 在他们早年时 这份政治才能 又都被其更加幼稚的政治心性所掩盖 直到经历过重大的人生挫折后 才完成了自我的蜕变和沉淀 不得不说 相较苏氏的时代 欧阳修要现有得多 那时的朝堂党真 虽然也处处苍雷 但毕竟还留有一丝底线 皇帝也足够宽忍 所以欧阳修随被贬官 倒也不至于 毕竟离乡道 去三亚度假 吃荔枝的程度 而在被贬官到厨州的任上时 更是做下了流传千古的名作 《醉温廷记》 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并称为 中国古代散文革新的里程碑 从作者的创作角度背景来说 两篇文章的相似之处也颇多 岳阳楼记 是庆历新政失败后 被霸向的范仲淹 为了安慰被贬官的好友 谈宗亮耳作 《醉温廷记》 则是被贬官的欧阳修 在庆历新政失败后 抒发情感耳作 欧阳修是范仲淹 最忠实有力的追随者 却也是庆历新政 快速失败的责任人之一 然即使是犯有这样的大错 后世评价欧阳修时 除了认可他的文学成就外 仍然评价他为政治家 而不是政客 这是什么原因呢 庆历新政后期的挫折 究竟为他带来了 怎样的蜕变 从而诞生了名流千古的醉温廷记 在庆历新政失败之际 范仲淹 傅碧 韩琪 欧阳修等庆历君子 又遭遇到了怎样的困局呢 主持人好 我是白切玉 欢迎收看千秋一面 上期我们讲到 在夏宋与保守党等敌对阵营的反攻下 庆历新政严重受挫 仁宗希望改革派对盆党流言做出解释 欧阳修却负弃上书盆党论 让朝野冲突愈发激烈 由此彻底激怒了仁宗 范仲淹与复辟主动承担责任 双双自请外出得到了朝廷的允许 这样的局势 除了让庆历君子被赶不安外 也让另一个人露出了优色宰相 燕书 作为范仲淹的挚友 傅毕的岳父 欧阳修的老师 改革派诸多骨干的恩主 燕书虽然一致与新政保持着距离 但实在也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 其实早在送料谈判时 燕书基于女婿傅毕发生过冲突 当时傅毕远赴辽国距离力争 坚决反对辽国以那的名义 接受碎毕 不想朝中的燕书却支持吕一剑的立场 跳过复辟直接同意了 辽国家纳兹的要求 怒急的复辟在归朝后 奉而指赤 自己曾视若恩人的燕书为奸血 而燕书的门身 欧阳修对于燕书的围观之道 也是迫不以为然 送下战争期间 天寒大雪 欧阳修竟在燕书的司宴上 作夫嘲讽燕书 不懂得体恤边防将士 庆祢四年8月5日 正当庆祢新镇 因为犯中的外方出巢 而受到沉重打击之时 远在河北的边防重镇宝州 发生了兵变 在复辟被派往河北不久后 欧阳修也被任命为 戎图隔治雪市 河北都转运安插时 离开了朝廷 建官蔡香和孙甫 历仇仁宗将欧阳修留在朝廷 不想外放欧阳修 是燕书的建议 两位建官的建言 遭到了驳回 那么燕书要求外放欧阳修 是否因为二人之间的矛盾所致呢 二人后来的关系 可以从欧阳修 写给燕书的一份信中找到答案 欧阳修重榜时的主考官是燕书 他出任建官的举主 亦是燕书 自然在信中感谢了燕书的知遇之恩 而写到后面 欧阳修又严明 自身笨拙的政治心性 尝至己身与危难之中 继而连累身旁之人 能够被外放到河北 实在是天大的幸运 从中可以看出 在这一阶段的欧阳修 已然明了 残尽的口不择言 实实在在 是诸对有行径 能够得到外放 于己是避祸 于新政而言 也可不连累同道 盘党论 给改革派造成的伤害 实在太大 欧阳修又管不住自己的嘴 一个劲的得罪人 善于调和朝政的燕书 自然声明其中隐患 外放欧阳修 既是保护他 也是保护新政 那和燕书的做法 虽然点陷了欧阳修 却遭到了菜香 与孙府的误会 二人深恨燕书 为了保全自身 背叛歉君子们的友谊 以燕书 为庄裔太后 写幕之名史 为著名庄裔太后 是仁宗生母为由 对其弹劾 又驾着燕书 撕掉士兵 为自家修缮府邸 这等可大可小的黑料 使得仁宗将其霸向外放 这样一来 改革派又失 一顶保护伞 朝中局势接连发生巨变 但复辟和欧阳修 已经顾忌不上了 他们俩的当务之急 需要平息保证兵变 以防卫保守派 增添攻击的口实 张文芝 作为范仲淹 亲自选择的 河北独转严安查史 他在地方的施政成绩 自然对清理新政 极为重要 那么新政所针对的核心问题 除了励志 即是解决三冗 三冗中最为严重的问题 有当属冗兵 所以张文芝 便想从这方面开始下手 我们都知道 宋朝的兵制是募兵制 但其实募兵制 在汉唐时 并有小规模实行 只是前代国家掌握大量土地 可以此限制人口流动 从而拥有稳定的 征兵动员能力 而朝廷之下 又有士族豪族 等庄园主 帮助管理基层 朝廷所实施的募兵制 与其说是募兵 不如说是募将 招募一个地方豪族 这些人都会自带随从士族 招募的军队 自量素质高 战斗力强 那么这些小部分募兵 再加上大量征兵来的炮灰 一边负责输出 一边负责拉仇恨 盘人场 自然效果拔取 然经过唐代中叶的变化 到唐末时 俨然变成了另一个朝代的制度 土地制度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之后又经五代 宋代时期朝廷不再掌握大量土地 社会上也没有了豪族管理基层 人口流动自由度极高 整个国家的组织结构 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松散状态 所以有宋一代的内政重点 并一直聚焦在 强化内部的组织度与稳定之上 那么此时的募兵 除了承担国防功能外 自然也带有将大量社会上的 闲散人员 重新组织起来统一管理 以防止他们扫允地方治安的功能 所以宋朝的募兵制 与前代的募兵制 也可以说完全是两回事 所招募的兵员也是天差地别 国家进军如果常年对外作战 自然可以保持战斗力 若一旦远离战时 则战斗力肯定会随着更新迭代而下降 更加之封建时代的军队 又缺少意识形态教育 很多士族参军前 基本就是社会闲散人员 乃至是地痞流氓 这些人本就很难得到社会的尊重 又确实容易惹事 那么当然自带极大的隐患 宋朝为了养那么多兵 军费常年居高不下 到了宋夏战争时期 国家又进一步打暴兵 再加之连年大灾的政绩 自然把国家财政轰至承扎 宝州城作为边防重镇 驻扎在此的云义军 自太祖朝时就备受朝廷重视 城中的军队 凡是承担外出巡视任务的 都可以额外获得一份赏赐 后来朝廷派内侍来这里做副长官 内侍仗着在朝中的背景作为座府 于是只要是由内侍统帅的军队 不管出巡与否 都可以得到特别的赏赐 这所谓不换多寡 只换不军 这自然让非内侍职守的军队 非常不爽 宝州通判石黛举 与之州刘济宗都支持新政 石黛举便向张温之献策 以五成代替内侍统军 并且不再给不出巡的军队 发放赏赐 以此节省军费 这一提议得到了张温之的支持 不想当时统军的内侍 也是个狠角色 此人可能就是当年 毕自曹利用的大宦官杨怀明 他直接让手下散布谣言 说是时代局 意图削减全云役军的军粮 残念军事 以今天的教育普及程度 在互联网上被传摇带节奏 都常常引发事端 何况是当年那些个 地痞流氓出身的大头兵 不少兵一被挑动 就成了蜡烛 纷纷扬言 朝廷敢削他们军粮 他们就敢造反 时代局可能是 想要平息军中怨分 便和云役军都监 唯贵来了个完工赌酒 希望能打成一片 不想一不留神完脱 真的就打了起来 唯贵大怒之下 在军事面前斥责时代局 削减冰凉 士兵们也都是汽血上头 纷纷持刀造反 时代局支州刘济宗 相继被杀 承受不少百姓 遭到决略屠杀 法狂的士族们 想要推举都监 王守一 做他们统领 王守一不从 士族们也将其杀死 再推举唯贵 做统领 奇怪的是 原本带头惹失的违贵 此时却变得畏首畏尾 在看到王守一惨死后 才勉强答应了下来 但士族们仍然不解恨 接着将时代局的手机割下 挂起来 当靶子练剑 张文芝听闻消息后 惊惊不妙 马上组织各路兵马 前往宝州城进行包围 偏偏是属下叛逼的杨怀敏 竟然涵敢无视张文芝的命令 直到张文芝 以军阀警告 才不急不慢的 来到前线 朝廷先是任命复辟 向往河北作战大举 又让同为改革派的 知之告 田矿 拥有便宜行事的权利 干付前线 配合评判 保重成年的士兵 一看朝廷来的真价实 顿时就慌了 本来这群人 只是热血上头 大部分士兵 都是被裹挟着造反 只有如张独 等几个读过书的指挥使 能意识到 造反是多大的罪责 只是很奇怪的是 都监伟贵 竟然始终对投降 保持着坚定的立场 并拥有能力 与官军之间取得联络 这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 这违贵的背景 不一般 他本是刘太后侄儿 刘从德府中的家谱 刘从德作为刘美 也即是刘太后前夫 公美的儿子 一直是被刘太后 当作亲儿子来养的 一度权势极慎 违贵作为出身于刘府的军官 自然格局不一样 而杨怀敏 原本就是刘太后 最亲信的宦官 与同为刘太后中原的大臣 夏总交好 如今夏总与庆离君子们对立 杨怀敏自然也不会对新政 有什么好脸色 所以自他来到河北统军一时 便长朝与改革派的张文芝 发生冲突 联系起同时期 夏总对范仲淹等人发起的攻势 宝州兵变的时间点 也是在巧得离谱 违贵作为与杨怀敏 神有渊远的亲信军官 又带头挑事 引发了这次兵变 这其中的猫腻 也是不言而喻 被杀的执州刘济宗 通判时代局 都和改革派相近 独奸王守一 也曾得到过欧阳修的称赞 而带头挑事的韦贵 竟然转头变怂 并且作为兵变挑事的源头 竟然一直非常有底气的 凌若官军商讨投降之时 仿佛也是在告诉我们 韦贵早就被人安排了后路 整场宝州兵变 都是一场有预先计划的政治阴谋 他的目标很明确 搅乱暗茶使张文芝 在地方的施政 从而打击 倾力新政 而杨怀敏这边 为了进一步诊死张文芝 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他以宦官的特殊身份 上奏仁宗 说叛军只需得到 张文芝的头颅 便会投降 当时朝中 范仲淹 燕淑 复毕 欧阳修 都已外出 话语圈逐渐被保守派所掌握 再加之仁宗 也确实责怪张文芝 引起祸端 竟真被说动 破天荒地下了狠手 让忠使奋剑 前往军中 并要斩杀张文芝 幸亏复辟也在前线 严谎拦住忠使 并免错杀无辜 事实上 在改革派等官员的 及时应对下 保州城的局势 已趋于好转 运异军士兵 想方设法求得深入 他们先杀掉了军中 是一个软弱可欺的士兵 谎称这些人是首恶 以求得朝廷原谅 然为代朝廷打赴 便又害怕反悔 田旷让制定州王国 去城下 宣读人宗诏书 移民只要开城 便宽大处理 若是逼得朝廷用武力破城 则必获及全家 不想叛将 跟田旷王国 这些人不熟 他们只认识 李继龙的儿子李昭亮 希望能由位居 真定录总管的李昭亮 来对他们语诺 李昭亮心想 粉丝的要求 一定要满足 便马上赶来开兼免会 结果叛军又又返回 偶像的话也不听了 弄得人老李同志 十分尴尬 关键时刻 还是一个名叫郭奎的小将 派上了用场 他乃是宋下战争时 名将郭尊的弟弟 郭尊战死三川口之后 郭奎得到了朝廷除寿官职 并长期跟在范忠烟身边 得到了培养 如今宝州城内 有一名患 士奇珍的军官 是郭奎的旧交 两人曾一同追随 范忠烟多年 不想此番兵变 士奇珍被裹削于军中 身陷泥潭 郭奎来到城下 亮出昔日信物 紫囊 知会士奇珍 在士奇珍的劝说下 韦贵又顺水推舟 让郭奎为单人匹马 进入宝州城 劝向叛军 我本有大好前途 下来爱惜自己 若非可以给你们 时辰的保证 又如何赶到这里来冒险 朝廷知道你们 并不是有心作乱 是官吏 待你们不公平 才逼得你们走投无路 如今 朝廷不但愿意赦免你们的罪 还愿意给你们 升官赏赐 并且已经让朝中大臣奉诏书来告御如等 经郭奎这番劝说 叛军们的斗志彻底被瓦解 但仍有一部分军官 尚自犹不定 郭奎便自愿作为人质 陪着他们一起下城投降 士族们彻底放弃挣扎 纷纷下城 开门投降 保证兵变 尤试平定 然而叛军们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官军这边 早已拿定了主意 认定这些叛族 平日里交恨惯了 要在保证这样的边防重镇造反 如果不下重手处罚 傻机敬猴 万一其他河北进军也有样学药 该怎么办 尤其是改革派内部 非常担心保证兵变的后遗阵 会影响新政实施 毕竟解决冗兵问题 一直放在日程上 裁军是难免的事 只有立下重威 才能确保之后的行事 不像杨怀敏那边 也有着相同的打算 毕竟他作为背后搞事的第一嫌疑人 实在很有必要进城灭口 杨怀敏于田荒二人 率先入城 马上就很顺利地得到了叛军中 420名造逆者的名单 然后将其全部肯杀 当然这些造逆者中 自然也不会包括违贵的名字 包证对此事极为不满 他认为保证叛军穷凶极恶 对保证城内百姓 也是多行极略吐露之事 这是城中死者羁绊 违贵作为首恶 竟然被赦免 太过不可理喻 但堂堂包证 也无法奈何小小的违贵 毕竟作为刘从德的家谱 杨怀敏的手下 违贵牵扯到的人太多了 最后的处罚结果 竟然只是略微贬官 然后让他继续担任军官 傅毕当时也身在前线 看到了保证城内 链鱼般的景象 深自担忧 如果放任这批 爱华怨分的小族 分散至河北其他地方 肯定会引起 更大范围的霍乱 自从轻负弃丹 谈派以来 傅毕对于河北防务的担忧 与日俱增 如今又遭遇心症受挫 他的内心 早已被悲观的情绪 所充斥 向来直身已震 体恤基层军民的他 竟然做出了一个偏激的决断 他要将云义军 剩余的二千余降族 尽数坑杀 好在这一某段尚未实施 便被义人拦了下来 先任河北都转运安查时 欧阳修 霍莫大于杀以降 宝州的叛族 是因为朝廷的赦免 赵书才投降的 如今已被杀戮了 这许多人 早已惹得心怀怨愿 现在活下来的两千人 本就是被叛军裹挟 无奈跟从的无辜之人 如何可以将他们也杀光 现在朝廷并没有 处决他们的旨意 如果傅公民擅自行事 遭到敌对之人的反感 遭到弹劾 到时不但处决降族 不能顺利进行 还会引起不必要的祸端 就算是我 也一定不会 听从傅公民的命令 听得欧阳修的劝阻 复辟权衡再三 终是打消了杀响的念头 只是这些心怀怨愿分的降族 被打散后 分管于河北各地 确实又引起了 各地治安上的混乱 几世人规模的军中闹事 更是屡见不鲜 竟而与后来的贝州王泽之乱 也有一定的关联 只是人宗朝兵兵的政节 并不只在保州降族 一处的身上 这和那个时代连年的国朝危机 也有着深深的关联 所以欧阳修的禁言 毕竟是阻止了一场血性的屠杀 也正如他言中所说的 避免了部分的社会危机 自从被艳书 外放至河北后 欧阳修的围观风格 也从过去的重于清谈 变为重于务实 除了劝职复辟 坑杀降族外 对于降族的家人 以及一些叛乱的善后事宜 他也十分重视 正定路总管李昭亮 在陈破时 明面上延令军队 侵犯叛军 家属妻女 自己私底下 将看着的女子 纳入家中 一些李昭亮清净的军官 便也跟着上行下校 影响极坏 朝廷不但不追究 还以平叛之功 为李昭亮升官 相较之下 确确实实在平叛时 除了大力的军官 王国 却替杨华敏沙翔 背了锅 遭到降级 同样参与沙翔的改革派田旷 也在调职上被辩原化了 欧阳修为王国上述辩护 弹劾李昭亮 又为军法 奏书全部石沉大海 欧阳修并没有气馁 既然朝廷公正 指望不上了 他便在地方励志上下功夫 原来朝廷下方地方的辩民政策 地方官吏常常养分阴违 不予执行 欧阳修便对此进行认真刊定 将善政实行 以及时减化百姓的生活压力 一些地方为了省草料 让香槟负责推磨 香槟有时就很惯了 推磨时难免和百姓起争执 欧阳修两海取其亲 便恢复用驴推磨 同时又加盖军营 改善士兵的生活条件 一调和军民关系 朝廷要求欧阳修 要请一千名夫 去河东修防御公事 欧阳修觉得过于劳民 便当即拒绝 军民得到实惠 对于欧阳修的工作 也愈发配合 原本大名府 行州 慈州各地倒费横行 甚至敢于杀伤 衙门的巡检和限位 欧阳修一方面 更换不称职的官吏 一边又让地方名户 五家结为一宝 加强地方的组织度 平时相互检查联络 共同抵御外地 也防止有个别名户 与山贼暗中勾结 对于转运史思的调兵权 欧阳修也上书朝廷 希望可以得到强化 如果能适当调遣禁军 参与击部盗匪 必然势被公办 在欧阳修的细心努力下 河北军政困局 得到了一定的缓和 他的下属官吏 在赶配欧阳修的同时 又不禁意疑问道 欧阳修却是这么回答的 此时的欧阳修 也让颇具卓越政治家的风范 奈何他一人蜕变 也让改变不了 新政大事的清退 即在欧阳修四年的11月 朝中发生了一起 巨大的政治地震 静奏越岸 话说范仲淹 展开欧阳新政之处 提拔了相当数量的 中青年士大夫 共同参与改革 这些人当中 固然有不少是理想主义者 而理想主义者 又常常带着才子的属性 比较浪漫 也爱喝酒 这当中最著名者 当受太宗朝宰相 苏益俭的孙子 苏顺青了 当年苏益俭 因为嗜酒如命 而因年早逝 不想孙子小小苏 不但继承了苏益俭的才华 同样继承了爷爷的嗜好 可以不吃饭 不能不喝酒 肚子实在饿了 拿汉书的文章 下酒一颗 话说我其实也可以 用小视频下奶茶的 不知道这个才艺 能不能换点一键三连 苏顺青一直高远 品性高姐 又是宰相度眼的女婿 自然也和范仲淹 傅碧等人志趣相同 于是苏顺青被委以重任 负责主管 办法朝廷招斥 梁府宣闸 以及接手转交 地方上交 做出公文的禁奏院 同时 因为平时公文积累太多 导致禁奏院堆积的废纸 也特别多 于是官员们便想了个法子 每年春秋两季 祭祀时 就拿这些废纸 出去卖钱 值班宴会 整个部门 一起happy一天 不想庆立新政的这些官员 才子特别多 玩起来特别嗨 不但喝酒招机 来的客人 除了禁奏院的官员 和管阁的官员外 社会上的一些名流才子 也多有出息 除了苏顺清本人外 还有扣准的外孙 王蜀的儿子 同为大才子的 王一柔 范仲英的老友 王朱 梅姚辰 这批人凑一块 文斗起来 自然是谁都不服谁 酒宴到最高潮时 王一柔 也来忘乎所以 竟然坐诗云 欺岛太极 浅地府 周公孔子 屈为奴 这般放封建时代 政治不正确到极点的诗句 府一说出 便被有心人寄了下来 传到了御史的耳朵里 在宰相贾昌朝 臣之中的支持下 御史忠臣王拱臣 当下带领刘元玉 于周巡等眼官 一起上书弹劾苏顺清 王一柔等人 宋琦和张芳萍 也同时上奏 认为王一柔 其罪当诛 仁宗原本就因 欧阳修的盆党论 和范仲淹 复辟的一些改革举措 对改革派起了疑心 如今宝州兵变 没过多久 王一柔又做下这般试吻 当下派人将苏王二人 逮捕下狱 从严处置 而其余如监禁奏院刘迅 王朱 太昌博士 周延隽 梅瑶辰 广阁教刊宋敏秋 等有份参与宴会的 施大夫 进阶遭到处罚 反复喊度 四位新政领袖 费尽心血 栽培起来的广阁精英们 一招之内 全被贬出 王贡成甚至兴奋的说道 无一局 王敬之矣 原本宋仁宗在外方范中烟 复辟后 仍然想继续维持行政 所以他在外派欧阳修和田矿时 仍然给予他们 颇重的名位和权利 在忠书 又升任杜衍为宰相 并让他兼任 书密使 杜衍为向百日来 公正言明 不为权贵 诗人赞其为 清白宰相 仁宗也自觉颇为得人 不想现在改革派 不单单是领导残舍的打击了 直接是整个团队都被一锅端了 执行层都没人了 就算一个宰相杜衍和书密副使韩琪 就比光感司令稍微强一点 还搞什么新政 可以说 自此时开始 庆立新政 依然失败 杜衍作为苏顺清的岳父 不便发言 信得韩琪回归朝廷 同志张芳平等大臣 放着边防战士不管 非要跟王一柔 就结文自愈 简直是主刺不分 脸都不要了 仁宗听得韩琪所言 算是稍微平复了情绪 于是对静奏冤案相关众人 达到从轻反弱 苏顺清和王一柔 虽然依旧遭到贬处 但仍被允许申诉的权利 只是后来数年间 朝野都被保守派把持 王一柔直到多年后 才有机会回归朝廷 苏顺清则在清理八年时 便因年早逝 人生的最后几年 他在苏州留下了 名为苍浪庭的拟迹 范仲淹听闻朝中巨变 自知大事已去 面对舆论压力 只能上奏自寝 把这参知正式的差遣 却没有得到仁宗的同意 清理五年 复辟自河北环朝 又在陆朝前 遭到了保守派严官 钱明义的攻击 钱明义谈和复辟与范仲淹 接岛淫私 捞乱朝纲 这导致复辟竟然和当年的夏总一样 连开封城门 也不被允许进入 寒气渡眼 不顾个人安危 怒而上奏 为复辟范仲淹辩活 隶属他们曾经为国家 立下的汉马功劳 朝廷不该这般对待复辟 但是经过朝中多番变故 任宗已然认准了 改革派的结党行为 他这一次再没有 财难韩旗 督眼的建议 不久后 在贾昌朝 陈之中等人的推动下 复辟和范仲淹 却被彻底罢去了 执政的差遣 处为安抚使 建官蔡香和孙府 紧跟着也被外放 督眼想挽留他们 结果又加重了 任宗对改革派 结党的部门 终于独目难知 也被霸向外放 韩旗虽然是改革派领袖 但他个性稳重 并没有像其他改革派那般 有事没事 就嘲讽同僚 拉仇恨 再加上他与吕简 关系和睦 导致保守派 与他四人间的关系 并不太坏 王拱城甚至主动劝他 离开改革派 向他投出橄榄枝 却为韩旗所拒绝 如今大势已去 韩旗的命运也被注定 当年 在水落城时 被家乡下狱的董世联 一直记得与韩旗 尹竹间的仇恨 他在姚思宗的指点下 又从公使前的方向下手 弹劾尹竹 这时又被保守党借题发挥 尹竹直接被逮捕下狱 而御使李金 也顺着这条线 弹劾韩旗 认为尹竹治安的主要责任 在于韩旗的处置不当 韩旗也懒得真了 直接自请外放 不久后被罢执政 以淮南安抚使 处置扬州 自此之后 改革派的四位宰府 进阶去尾 保守派完全掌握了 朝堂的话语权 其后数年间 改革派遭到了连番迫害 105年7月 石阶病死 夏颂却不依不扰 与同在山东的孔直温 谋反之时 诬陷石阶 说他是假死 实则逃往契丹 意图谋反 并要派人去挖开石阶的墓穴 开关验尸 信得镀眼在当地围观 组织起数百人前往抗议 众人赶佩 石阶得醒 以全家性命 担保石阶已死 石阶终于得免 无望之灾 被一载针对的尹珠 因名声揽上污点 而遭到连番扁处 终于在清理七年四月 郁郁而终 身在远方的韩旗 为他书写目表 反复询问尹珠的身后事宜 尹珠之子尹勾 后来便被他带在身边 悉心培养 狄青 作为尹珠最看重的下属和爱将 在尹珠去世后 尽全力 照顾安置他的家人 范仲淹欧阳修 虽然在水落成一世中 与尹珠闹了别扭 但如今事过境迁 昔日的不合于争执 竟且付诸一笑 尹珠去世时 范仲淹陪在身边 为其料理后事 欧阳修为他书写目之名 曾经自求贬官 甘愿与范仲淹 同甘共苦的尹珠 就这么死在了贬所 尹珠向来饥饿如仇 刚正不恶 却以这种毁育参半的方式 结束了人生 这或许成为了 庆里君子们 心中永远的痛 而欧阳修虽然在河北任上 颇有政绩 但最终拗不过 新政失败的大趋势 于庆里五年八月 遭到乾明义的弹劾 被落去学士头衔 便关到了楚州任职州 试图受挫 好友去世 理想门城 对于这些后果 欧阳修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当连番际遇 化作种种情感 交错于欧阳修心头 促使他在楚州任上时 进入了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分乐挺记 挺鸟 自免 涌阳大雪 苍浪挺 重读祖来集 新双 等等等等 凡作诗五十一首 作文七十一篇 再将楚州的一切证物 打理得井井有条之语 欧阳修把内心的孤寂 人生的感悟 皆赋予山水笔墨之间 寄情研制 直到那一天 他以清新宁静的气息 书下名为 醉闻挺记的千古名篇 传唱天下 世人方知 欧阳永书之心 虽竟千锤百炼 由字不改吃热 这字里行间的洒脱与通透 到底暗藏着多少坎坷往事 醉温行着山水之间 究竟意在何方 这或许也只有欧阳修 自己知晓了 或许自这一刻起 倩力君子们都开始了 自己的蜕变 最后 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和关注 优优优独一年纠正 모� adversity 100 checklist 身分尽 航空